总统顺利连任成功了 中选会主委张伯雅上午到总统府内来制送第13任的总统当选证书 最新情况再给记者朱寒宇 好的 但你关心现场最新状况 那么马总统确定连任当选成功 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中选会的主委张伯雅呢 是特地来到总统府这边颁发当选证书给马总统 不过其实总统看到这个当选证书的时候呢 他说不禁让他回想起当年的往事 我们听一下总统怎么说 我刚刚一进这个房间就想到16年前 中华民国举行第一次总统执选 人民国95年 李登辉总统在这里 我是以中选会委员的身份来制送当选证书 16年前 那我们也是委员站了一圈 李登辉总统跟我们一一握手 我已经讲了一场深刻 那时候我是担任法务部长 也是兼任的同权分的委员 所以跟各位委员呢 还有先后同事之一 好的 透过画面镜头当中可以听到呢 总统不经是勾起当年的回忆 另外总统在致辞的时候呢 还特别提到说 希望在未来的愿景当中呢 能够带领台湾在高度竞争的国际社会里面 能够继续的向前走 以逆水行舟的精神呢 绝对不能停 不过其实在今天制止的时候呢 总统并没有特别提到两岸的关系哦 那么外界瞩目两岸和平的这一块呢 总统并没有特别提到 但是日前呢 马总统原本在美国留学时的大学老师 也就是纽约大学的教授孔杰荣 日前接受访问时有特别提到说哦 那么马总统呢 在第一任任期的时候呢 大幅舒缓了两岸关系 并且化解台海高爆弹的隐性 那么希望在未来的四年任期当中呢 能够进一步推动两岸和平的进程 那么孔杰荣有特别提到说哦 他觉得他的学生 也就是马总统 对于全球的和平是非常的有贡献 看好他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但是对于这项消息呢 其实目前总统府方面 并没有对外公布任何的言论 那么如果稍待一会儿有最新消息 也将会为您持续插播报道 以上就现场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好我们谢谢韩英来自总统府的最新报道